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这样 不许动 走 苏大人 我 我相信殿下 殿下 不必拿这伤口 给微镇干 殿下 卷宗找到了 尚书平日不在刑部 刑部日常主事由我来 若殿下有什么麻烦 可直接找微臣 不要为难下面的人 殿下 啊 卷宗找到了 我听到了 既然找到了 那微臣送殿下出去 不必了 这里这么多人 还是不劳烦苏大人了 今日我们前来 打搅了刑部清静 还望苏大人见谅 殿下乃公主府之主 出现在这里理所应当 不知裴大人 今日是个什么身份 如此强闯刑部 殿下出社朝堂 有诸多想法 还需他人指点 那我作为殿下的丈夫 受殿下所托 在这里帮臣殿下 又怎么样呢 是 那裴大人觉得既然无妨 那明日上朝 看看陛下怎么说 恭候苏大人 走 我说你什么脾气 苏苏青说要参你 就其实这样 别走了 我的人还在后面呢 你这事没事吧 没事 我自己弄的 就拿戒指花了个小口 别动 干吗 你也这样不许动 走 五百人手帕捡起来 还给他 是 不许捡啊